好,歡迎收看今晚動漫無雙主持IM 尤馬二啦 武蟹啊 野人者 嘉賓啦 好啦,又到這些時間啦 就不是國慶啊,清明從養那些 因為國慶已經過了啦 那麼,這些時間是錄什麼呢? 就是錄這個舊翻的 因為有人建議呢 就將這個EllaSoft的藍絲介紹的下篇押後 於是呢,繼這個版權網絡23條等等等等的東西之後呢 又後一次押後啦 接著現在第一套舊翻呢,是說些什麼呢? 比較正正經驚的職場網絡 也不太正經的 怎麼會有人穿著底衣服去騎馬打仗啊 這個我也覺得設定上不是太大問題的 但是因為這套東西實在... OK的,你可以說是一套... 在現今來說都算是正經的翻啦 有些比較不正經的正經翻譯 那對,真的對 就是那些戰極機的東西 我糾正你,我不對 是,繼續 那這套東西... 他講的位置 就是一開始我們跟他介紹 承接了 那說 那個背景又有些什麼基武將啊 這樣的東西啦 簡單一點說吧 他又不是性轉換的 就是好像那些... 出生率沒有了男人 變成一些女人去承繼那個大名的家中身份 其實都是性轉換的 就是把那些... 所有的那些武將全部拿出來的 其實你可以這樣說的 有些不是的 那如果一群都是男人來的 那一套就叫戰個鬼才轉 現在一群都是女人呢 就說紋身這個愛情元素啦 於是就變成了性愛之夜望 什麼啊,戰個鬼才轉有三個女人 不是啊,有些武性轉就死了 什麼啊,哪有死了啊 那你應該... 也是正常的 美龍三文宗 你看一下那些... 那些武性轉換都是女人來的 你會不會記得美龍三文宗 哪個拿哪個 我就不記得了 路人來了多久 我背得細他們三個名字 我真的忘記誰拿哪個 應該站中間那句就 иск 有一條表意的那個戴面具 對 對 那都說是無事 那都沒有理的 那講回... 他這個�位能說到哪一端呢 都是信長那個... 可以說是法職史,可以說是早期那些 打完統合奸,接著收尾龍,接著又上落 可以說是第一次的信長包圍網 那麽體開始... 其實都不完全是,應該這樣說 因為這套動畫來講,大部分都跟這個原著 即是正史,但是它的順序之上 和事件發生之上,其實都有些分別 即是會有些調亂了 當然這個我覺得是出於本身它那個劇情的必要 那其實實際那個信長包圍網來講 應該是,都有一分兩次的 那詳細來講呢,其實暫時不會說太多 因為這個很明顯都似乎是有第二季 他本文庫版沒寫到那麽後的 你等吧,可能一年半載都寫回到那麽多下 那時候應該會有的 又或者我最怕那件事就是第二季 那天出了原創N出來的那些 你祈求寶,不要這樣做 即是去明朝結婚的 那有些動畫是那麽奇怪的 總會有的 即是等它今季算收得好 即是今季它要說有個結局 那就是沒有完結的結局 即是告訴你,我們還有很多敵人要打 所以我們的暴協繼續 那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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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要交代的事 基本上 我同意就是 IM所說的 他是屬於一個法績事 因為其實他真的遇到的敵人 一來就不太強 二來都不太多 三來都覺得好像不太深刻 就算你說這次那個 所謂最後BOSS 其實你覺得他都很無能 他拿著酒杯 那本就不是沒有人 那本就叫做職業中邦 是什麽太監 你說招倉還是說 不是招倉 另外那個禁衛 不知道是什麽 就是關白 我將鬼 Sumthing like that 那些東西 其實應該像是那些 捉來莫苦的人 即是莫苦的高官 我都稱那些 我突然都忘了那些高家 那些啦 總之是 那些東西 因為你看他裝滿就知道 整個那些 化到龍之口粉 那些像是那些 高家的人 那樣 所以拿他來做大魔王 其實 好老實講 在聖長的歷史上 他的地位就不太重 因為他就不會有什麼兵權 那類的東西 他附近有個叫小村行校 那所以他 或者這樣說 他其實是取代了 原本這個 祝利二輝的弟弟 祝利二超 是的 的地位 那就是拿來 充當這個最終BOSS 作用上就是這樣 當然 當然 在動畫的角度 因為我不知道原作 他是不是也是這樣 有這樣的人 有這樣的結局 但在動畫的作用來說 算是一個第一季的中BOSS 來這樣算 但我都覺得他 不太有中BOSS的格格 他全部都是靠人 他懂得奸笑 用你的場 用你的兵 自己什麼都沒有 不好意思 正常啦 聰明人的用別人的兵 當然不用自己的兵 他死了 他很笨 那他不要走前線 那他的作用是這樣 他的討厭度也挺高 應該 因為他真的奸過 他樣子而已 他要做到他的死人 你轉了他是女人 阿猴子真是扑上去 真的 呃 no comment 很難說的 如果70歲 他不會扑上去 很難認同有馬那些 沒有 但是你可以這樣說 有馬他講這一點 有馬他講這一點 反應到這一點 就是男主角 而且確實看女性 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是屍首 欸 好像金千賢那次 一二是 金千賢那次 一二是女性 但是先衝過去先 不要殺他 就是這樣而已 那正史來說 這個瘋狼手交也是好色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 他完全來到 就是男主角來 都是求偶的 他說得不是說要天下 人類保養計劃 那所以 那你不要說 質詐究竟這件事是否正確 至少他說 丟了下來 其實他的故事 整個就非常之簡單 簡直說 男主角來到這個現世 原本的瘋狼手吉死了 他就是替代瘋狼手吉的位置 運用他自己僅有的 戰國知識 去做這件事 那其實我記得 好像一開始開季的時候 也有提過的 就是他這樣做 有他的危險性的 因為他改變一件事 可以令到之後 有很大的改變 可能整個世界 完全不同了 都不一樣 對啦 但是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他的故事 核心 都幾描述一件事 就是 看完整季 特別是很明顯的 就是他不是說 將重點 擺在一些戰爭的畫面之上 你看到戰爭的畫面 其實擺放的內容 就不太多 未去到完全沒有 但是都不會說多 是少的 單挑也好 群戰也好 都不是多 反而是對於這個信內 他的心理描寫 是比較多 所以主角 其實他所做的事 就是很自彷彿 就是要改變 這個信內 成魔之道 對啦 令到他不要變成 大陸天魔王 對啦 大陸天魔王 整個一季 我覺得 那個主子 就在於這裏 自己的口味的問題 他的作者喜歡玩這些 尤其是 尤其是 最後他的滅火 陰陽師 即是神道教 佛教 以及天主教 三教 全部其餘 可能發現了 作者想 天立報門 有沒有孔明啊 沒有 總之 可能發現了 作者想 說回 所謂的日本打痛 就是要三魔教 東方西方 全部其餘 我想的意思是 也不是的 但他這個角落是有這樣的想法 應該說 我不要說是讀不讀教 我先不說 但後面那個 一個很明顯是 日本他們本身的一個教 另一個是基督教 即是 他那個畫面 是很明顯是想表達的一件事 就是宗教和風比翅 那些 大家要和平 即是說到一些很 圈演一些 好鬼死和平 我反過來 我覺得他是呼應另一個位 就等於 投降了那個黑皮膚的那個女生 重永狗獸 重永狗獸 他就是說他 進來是可以包容這個世界 他眼光莫露 我覺得他是說回那件事 就不是純粹說 宗教可以和諧 因為你這樣想 那時候在這個戰國來說 宗教的觀念都比較重要 除了本三國 我明正史 但我說他這裏 無論你不同國籍 宗教 種族 他都可以包容到你 這個意思應該是 對啦 因為那時候日本來說 還有幾樣東西 例如說中階級 另外那段期間 基督教是這個 就是 入了這個日本 傳入了日本 所以他們教 即他們教 本身他們的信仰不同 都會影響了很多東西 那特別是可能在職員聖長 他本身在他的生涯裏面 其實是和他的宗教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其實都是樹敵的 所以為什麼說 本願子 這些所謂真人 為什麼會禁爭信仰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 真正的信仰 在打擊宗教方面 是打擊得很厲害的 而他自己是信奉 基督教的 所以變相 對於他們本身的本願子 即和尚 非我族類 他就會趕中殺絕 就好像 其實當年 真正正的證詞裡面 燒哩被剋山 那 信仰之所以 被稱為魔王 是因為火燒被剋山 因為被剋山 因為被剋山 是一些宗教 聖地 應該說宗教的 核心地 他這樣說 即是燒耶路撒冷 類似的 類似的 方式 而當年 他本身 始終信奉 日本當地教的人 是多於基督教很多 所以 如果你燒了這個宗教的核心地 那就等同 將全日本的人民為敵 所以 其實 裡面是有另一層意思 當然 我覺得 如果 只要這樣說 比剋山 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動畫裡面 依然有火燒山 這件事 先不論 說是哪個燒 但 他沒有交代 最終是怎樣 去平息這件事 你不是說 夠長遠就算 都要搞清楚 哪個火燒 哪個燒山 我可以解釋 我可以解釋 一個和尚沒有死 拿出來說就沒事了 理論上 我覺得 你也可以這樣說 但我覺得 交代一兩句都要 因為對於一個體格 或歷史的人 都會覺得 他最終都發生了 你不想讓他變魔王 但最終他也是燒山 你要告訴我 為何可以先搞定這件事 這件事 他缺了一點 這件事 都算了 除了宗教印之外 在戰鬥和軍略方面 其實 很弱 很弱 真的不是太多 而且 他都很靠 什麼 很靠一些威能的傳措 例如說 威能最終會的 他的戰略都算了 戰略表現其實不太多 但他叫一隻東西出來 又可以干預 又可以神獸 正士、竹中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大表現 那不是的 竹中 竹中算 他早死一來他早死 二來他正史 參與的戰役是不多 你應該這樣說 他之所以說得不多 因為 專為描述竹中本位的書 就不多 但其實他真正的功勞 真的很多 因為 如果你有看回一些 例如說 封人手吉本身的傳記 都可以描述竹中本位 也跟隨封人手吉 打過了仗 有很多時候 例如說 用小兵去堅守一些地方 都是靠中半兵衛用很多不同的計劃 可以以小牽制多 所以其實他的謀略是非常之高的 甚至你說 我之前說到跳足少少 你看到很多遊戲都將中半兵衛的智力 設定是非常之高的 高到整個鏡頭十那些 甚至是最高的 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中半兵衛真的很聰明 但是都是那句早死 反過來武衝的一件事 就是胡英文無限的說法 他日本的史書記載的方式和中國有點不同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主要傳記記回來 就算你說是鴿洋軍記 或者其他類型的傳記 其他類型的史料 很多時候說的是殺敵的戰功 如果就是一個文官立場來說 很少大部份有些出名的智障型的人 都不太少太大的描述 譬如說直光兼族 或者其他黑田孝高那類 都會有同類的問題 所以會反過來 你有一個可以發揮的空間 直光他唯一好的地方 即是說直光兼族 他是歌兵的近臣 即是唱三哥兵的近臣 他領的城是最多的 所以出名的都叫近臣 你有些名氣都叫做 你竹宗沒那麼多 而且你竹宗死的時候 因為竹宗死的時候 其實封神秀吉 雖然發跡了 但其實他的領土也不太多 即是他的情況不是說 封神秀吉已經搞定了整個國家 即是可以平定了日本 未到那個時刻 所以中共兵維也不會有封地 只能夠說他死得太早 但他之所以這麼出名 當然也不能夠不說 因為跟他單靠十幾個人 奪取了《告業三成》有關 即是政治上是真的有這件事 那時候的方法就是 怎樣藝裝做 即是找一些士兵藝裝進去 混進去 之後又不知道什麼 假裝半夜起火 嚇到一群人走光 最終用十幾人便奪取了《告成》 即是這個當然 除了要配合之外 他本身要很有智慧 可以很懂得去運用 整個城邊有他的弱點 最終可以單靠十幾個人便可以奪取《告成》 那這件事是令到他名字一時的 當然你反而 在動畫之上的表現方式就不同 因為神秀彈出來的兵就飛走了 那我奪取《告成》 因為他太誇張了 你這樣搞得很快就不用打了 他這個聰明一點 即是叫做 因為我用完之後 我就會生病 所以我不能用太多 你不想著 你不想著火力生病這麼多次 你不想著 你不想著 於是就不要讓他生病這麼多次 就不要用這麼多次 這樣講 不過他也用了很多次 他會大絕的 總之你可以這樣說 他在這套動畫中的狀況 就是說 有什麼事搞不點 抓中半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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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即是《風修夏正盛》 其實都是輔助修吉的 不過 他那個定位就不是忍者 這次你說動畫 將他改成忍者 有原因的 主要是因為你在《風神家》本身 即是《風神》整個世界裡面 都沒有哪幾個是出名忍者 那問題呢 忍者就非常方便 無論我是 什麼都解得 無論是我去做一些小型的工作 潛入的工作 破壞的工作 或是 做跑腿 沒事的 只要你掛著忍者 你就可以做得到 而本身始終在這個動畫裡面 《瘦吉》 即是《絕男主角》 他其實 沒有什麼實權 你看到他很有那個獨立部隊的感覺 即是你不見好像可以成員勝家 我動用冰冰冰就可以出兵 沒有這件事 他永遠是少數部隊都帶幾個人 當然是帶一群野菜 像是野菜 對 即是一群馬丫佬 羅里空大叔 羅里空大叔 是羅里空 所以變成 他那個性質之上 是很需要有一些忍者去幫他 即是如果一群都是那類的人 即是有那類性質的人 去做這些任務 一些以小隊性質去滲入 其實是方便他的劇情發展 其實是很方便 我想吐租一件事 原來羅里空就是忍者的條件 其實後面那班我們覺得不像忍者 我頂到你那局 整班的共同特色 然後羅里空 可以滲透 即是沒有事 浪人那類 但你不要吐租為什麼忍者可以帶著一群羅里空 千萬不要想為什麼羅里可以成為忍者 這件事是不能吐租的 我已經放棄了吐租 所以沒有問題 另外他有些事實的東西都比較喜歡 你說可以捉一夜城 那類的東西 他有些事原用 當然那個事實上其實有些不同 即是沒有說真的一天可以捉到一座城 是沒有一件誇張的事 但是 即是當年其實是他的效果上的問題 即是一天之內捉到一座類似 好像城寨那樣的東西 其實是有段時間沒有起好的 那之後還會被士兵襲擊 正史裏面就是封人手吉 就擊退士兵 用這些方法 而這裏的動畫 他可能是要營造得 善情一點 所以就要 娘情 即是要藍主角 好像死角翻三仔 但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是死不去的 即是 即是這樣我已經被人公道 公道已經破大城了 燒光了 都可以說 咦沒事啊 我還在這麵棋 這些歷史之迫就不要吐吵 那另外 即不是他營造上的問題 即是有些事情就是 始終我明白他這套東西 他是很想說 男主角和這個信賴的感情關係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信賴之夜 報名的愛情戲 先不要說這件事 但是 我又覺得你的戰鬥上 不能夠做到太過疏忽 即是好像這些事情 其實 正常以一個 那麽小的城寨來講 那麽少兵力來講 你被人攻到進去就一定輸 即是沒得打 在一個混戰狀態來講 我兵多一定贏 還是幾倍兵力這樣 是沒得打的了 但為什麽你堅持了這麽久 他又不去交代 要不你就跟我說 他供不到進去 在千冠一發之際 我終於講到 用夠這個 美舊英雄 美舊狗熊 那麽我就覺得 OK了 整件事都合理了 但他又要做得這麽善情 又要不太合理 我覺得 我會 執著這麽東西 可以不這樣做 當然 這樣做 我覺得這套 其實重點都不是放在這裏 又講另一個 這個 明智光秀 這個 但他用了炸物魚丸 張魚球 或者 你挑戰 我又覺得 那一集是搞笑的 搞笑 但又做了那個 復帕 你可以去替 對 對 因為我看得到很奇怪 因為 猴子應該知道之後 會本能節節變 或是會搞到這麽東西出來 之後他補回來也算了 他 他似乎 這次明智光秀的定位 就 就 似是這個 獸吉的競爭者 那 在正史裏面 你都可以這樣想 因為 也說 其實正史裏面 究竟明智光秀 為什麽變 都有待相確的 最多人說 的說法 就是因為 一些是 在一些接待家康的事上 之前信長 就訓斥他 再加上 之前有很多 牙齒人 就很真信長 於是就叛變了 那當然也有些人 甚至是提出 這個獸吉的陰謀 就是 獸吉 如何煽動 名智光秀叛變 之後他打回他 就拿到天下大 那 這個說法 不要想了 但至少 在那個 動畫裡面 其實他都想描述 就是明智光秀 是不喜歡 封能手吉的 因為 明智光秀都很想得到 這個公主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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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信內很明顯 只是當一個明智光秀 一個區區家臣 這樣 所以呢 在這個 在這個 爭奪謙 爭奪信內的事上 獸吉就是一個敵人 那 本來就應該拆不到 法的 怎麼知道 被他拆到 不知道是不是 這次真的是英雄救命 又玩了 這次一定是英雄救命 這次一定是英雄救命 這次撥過去擋槍 哇 真的簡直是一個英雄 所以 所以明智光秀的那支 法就殺了 結果呢 還要充滿猴子 還想到三個關係 我賭一百萬 不行啦 我想你明智光秀 抱死空人手 本能子之變 情敵就在本能子 大家要欠猴子 我覺得是這樣 相信 不知道 不應該就 如果以這個情況來說 就不會發生的 我想本能子之變 未必會發生 除非一些很衝擊的事 發生了 又或者 有些人控制明智光秀 才會令這件事發生 實際上 如果你說明智光秀 當然這麼說 這個很長遠 其實原作都沒有寫到那裡 但是 如果本能子之變 如果你要寫到這件事 之後的劇情 你幾乎是原作空 除非我告訴我 本能子之變之後 信賴死了 然後告訴我 一套 叫做積田 信賴之夜望 的作品 信賴死了 那我可以怎樣解釋 之後怎樣寫下去 那沒事的 即SAO都很快玩完 不是 為什麼呢 他這套有些巧妙的 雖然說有改歷史 但其實他 用一些類似的事件 去發生 是的 所以可能信賴死 可能就好像複蛇一樣 說死了 雷神 複製人 美國漫畫 那些 複蛇那方面 我都覺得他不一定要生存 其實我覺得他之後 都好像沒什麼氣氛 吃花心 正常啦 這些影響了 光頭腦 對 真的 在技革庭裡吃花心 吃花心 那你怎樣呢 你吃花心 不必死鬼了去算 沒有什麼作用 那 那 你說明治光秀 那些事情 我覺得看他之後發展 因為其實現在都暫時沒有很清楚 那你 好老實講 恩愛成限 這件事是絕對有機會的 對不對 想著你們被牢夫人 我殺了你們 我不心疼 我打半日子都知道 我已經和猴子拿稅了 你們什麼都沒做過 你竟然叫我長假 有家有復不家 最後一集就說過 嘿 你這樣而已 我幹什麼 你做過什麼 所以 這一個就官網 你完整都沒寫就算了 另外一件事比較在意 不是在意 就是 其實我一開始 看了幾集 打完杜葉山城 然後 好像很悶 為什麼 因為 全部都是跟著正視 然後突然走了一集 去燒魚蛋 那樣 好像很可愛 然後換了招倉的東西出來 就說招倉淺者 可以說再 回一回的戲 可以說 其實魚蛋那些就是什麼 就是 燒魚蛋 你也沒有泳莊煤 燒魚蛋煤 還有 因為其實他這樣說正視 我覺得其實他覺得 是比較平鋪直術的 我不知道 其他人怎麼看 可能有些人不同的反應 就是他覺得好看 但是我會覺得 其實他的劇情好看 未必是他演繹得好 純粹是因為 真的他那段正視本身是精彩的 因為之前聖長 他那個人生 他一路下來 真的一個難關 只不過一個難關 真的好像打 打機 一個越來越難 越來越難 他是很戲劇性的人生 就是穿著畢業任 所以就算你 平鋪直術說出來 都可以是很精彩 當然他再改動一點 加一些很奇怪怪的 甚至加一些 甚至加一些 性轉換 把他那個司機擺 他做男人 千千場面的女人 很明顯 對 我們夫妻我喜歡 你也看得挺有趣 我喜歡那個夫妻 我不是啊 那 那 好東西啦 誰人說好東西 我喜歡那個夫妻 我覺得做得不錯 還要是這個 整個大蛇頭 被一個政態攻陷 我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理解 算了 可能人家寂寞的小心靈 需要一個小政態的 可惡 對 有羅里控的政態控 是很正常的 至於 Ian 剛才提到 金旗 即是說 招倉 招倉那方面 其實 不知道他做什麼 好老實說 其實 在這個聖長的 整個歷史上 招倉都不算是這樣的 一大敵人 招倉基本上 就是打完金旗 這場仗之後 都是被人屈住 打了 都是燉死的 那 自己你說 金旗那一戰 就是說 是差不多最後一集 這個其實算是最大危機 就是暫時的一季 那 照算回 其實積田 即積田 即積田選長 他一生來講 最大危機都差不多是這個 就是選長包圍王 連起來 還有金旗 被人背插一刀 其實都是 就是算是大危機的 那這個他都跟 歷史跟得很 幾足下 就是對於說 例如說 這個風神繡吉 他是電軍 就是 帶 我不記得 500個士兵 但是帶很少士兵 就是拖著對方的攻勢 那最終正史當然 這個風神繡吉 都可以回來了 但是都真的 真是 久言殘存那隻 就死那隻的了 就是帶著殘兵烈將 那所以 整件事他都表現得幾好的 那反而就是 叫什麼呢 就是那樣東西 其實我覺得整套都是的了 你說 黃昏整套都是的了 都是將那個 我不介意你說 信內 他本身那些 感情起伏 他怎樣思考 我不介意 因為這套東西 的主軸就是這件事 但是 不能花太多時間 就是 花太多時間 講同一件事 你去都是 講這個信內 在那裡 狗扯同一個思念 究竟夠不夠好 我要所有人生存 然後我不肯走 就是 那些東西 始終都真的很婆媽 其實我在開季的時候 也有說過 就是我不喜歡 信內的性格 就是說 太婆媽 你媽 就是整套東西 個個都沒有這麼婆媽 個個都決斷過他的 那你身為一個大將軍 身為一個大名 率領著這麼多的軍隊 竟然告訴他 你是最婆媽的一個 怎麼搞 就是羅里亞 都沒有你這麼婆媽 是不是啊 對不對 其實這樣有兩體 有時候歷史這件事 人物的素材是怎樣的 其實歷史書都說了事 現在的人說 張飛報措 其實正式張飛不報措 結婚文語 你偷人想想出來 可能他作者喜歡這個 婆媽的信長 那沒問題的 當然 但劇情表現實在 因為他太婆媽過頭 反而我會覺得 他喜歡其他角色的 氣氛會多了 那就會失明了 婆媽才是主角 他的氣氛會有問題 但他放在其他人身上 只能夠說 你同一件事 你不能夠說 太多 即是他 他真的是同一個概念 而已 那你經常都在 有謀話 我想 我真的 十二集裡面 應該哭到八九集吧 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怎麼搞呢 你哭一整集都哭 什麼又哭 離別又哭 又死又哭 死誰都要哭 又不是你死 我心想你哭什麼鬼 是不是 你搞人死 一定死的嗎 死硬了嗎 即是 我覺得 不可以做到太誇張 你 你才成的位置 是要用 但是 老實說 我說你看了十二集 最終都是一個概念 主角不想這個 聖奈變成魔王 即是這麼簡單的概念 而聖奈 他曾經想說 黑化過各樣東西 最終又很婆媽 又變成一個 很婆媽的聖奈 即是你去那個主軸就是這樣 既然是同一個概念 就不需要你不斷循環這麼多次 講到十二集都是講靜音 而且他花的時間很多 即是你不是說花一段短時間 你說就算我當你十八十二集 都臨死了 是最大危機了 我給你花多時間有 有什麼所謂 但是之前那些集數 都可以花那麼多時間 那我就會覺得 會不會真的好像抱了一些 即是內容是否可以 花少一些在這些身上 而充實你的所謂戰鬥呢 老實說那些戰鬥 你有沒有想過哪一集的那些戰鬥 是特別深的了 這個製作方面有講過的 有個訪問就說 好像這套的作畫很好喔 但是那邊又反過來 其實我們的作畫很省起來的 對上次那套 好像說Sake 即是麻雀少女那套 平均用350張原稿的一集 這套只有330張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說 做作畫監督的 畫了一些Key的重點位 畫得不錯 另外就是說 他可以配合到 全部的軍勢 剛才就說沒有什麼打仗 因為 他全部的軍勢都是電腦動畫 即是兵仔動的 所以兵仔只會衝 還有退 就不會打的 對了 那只是一個氣勢 全部人都 只需要畫 就是有幾個 有名武將在那裡耍阿穗 打一下阿穿阿草 其他那些兵仔又走來走去 於是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了 就是限錢 因為這樣說 來於聖奈那個主軸 你做不要緊的 但是始終一套東西 你是環繞一個戰爭的話 應該給我一個戰爭的感覺 那 很簡單的說一件事 就是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覺得看完這套作品之後 我當你是什麼 齊年聖家 丹宇長壽 兩個大兵 誰比較強 你答我不到 這個問題 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 說齊年聖家 根本就是勇武轉 一個人打十幾個 我不是問他單挑能力 我不是問他大兵 我不是問他大兵 大佬 左伯木小拳能夠打 他大不大兵 這個沒有戰略成分可以的 問題就是 我就說應該要做 他有可動胸甲 可動胸甲 可動胸甲 這個超美龍科技 我真的是 記憶環形金屬 你至少要有個概念給我 這個他大兵比較強 這個大兵比較弱 這個大兵比較弱 他跟這個硬坎的時候 他可以由他的戰術可以贏到 你沒有這個概念 那你個個個都是大家上戰場 沒有 純粹的角色就是 我對信內的感覺是怎樣 我對信內的態度是怎樣 但是你大兵是怎樣 我是不知道的 那你始終這套東西 是真的你要打仗為主 我不去想 你是需要 將這個東西放到無限大 放到第一 起碼你也要第二 給我大約描述到你的戰力是怎樣 你大約可以 大兵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的效果 如果你沒有這件事 我會覺得 其實 真的沒有什麼戰鬥感覺 不是說他在戰鬥上的畫面 會不會做到精細 這件事 我都不重要 在一個群戰之中 即是在一場大型的戰爭之中 戰國的戰爭之中 其實 是那個陣型 比這個單挑比較重要 當然這件事他不重視 我覺得不要緊 但他會不會把武將本身的角色能力 是可以顯現出來的 這個我會比較專注 最後補充一點 其實日本那些 那個年代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陣型 包括陸軍 或者海軍 成計回來 大家看看相關日記 都有的 動畫方面 比較少有做這些 日劇方面 應該更加難 反而大概應該是1990年 二十幾年前 有一套是叫天與地的 就講這個 不是毛記那套 真的叫天與地的 應該是講上暢打武田的 中村中土那些 那些就真是一大堆騎兵 步兵走來走去轉轉 那些真是在玩陣型的 大家二十幾年前的東西 那些人真的沒有什麼打 所以就轉來轉去 但可以反映到陣型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再看看 那個陣型是重要的 因為 他真是教了騎兵在旁邊包 步兵在中間 他真是做這些東西出來 這個都大一點 有興趣的東西聽聽 其實陣型的重要性是在於 你一班人戰鬥 跟你幾個打畫 你單挑是不同的 你單挑是講 你本身自己的戰鬥行李 你的身體協調 但是當你一班人一萬到一萬 雖然我當你細軍力敵大家士兵質素都差不多的時候 那怎樣將這一萬人排到最好的方式 發揮到最大的作用呢 這個就很重要了 例如說很簡單的 你上到戰場的時候 你不會有那麼多時間去看 哪個敵人哪個自己人 當然如果陷入一個混戰的狀態下 那雙方可能比的就是兵力 和戰力 但是大多數時候都不會陷入混戰 那時候就要鬥究竟大家的陣型 那個堅固程度是多少 被衝散陣型的一方 一般就是戰敗的一方 那所以為什麼會有說 所謂什麼車員之陣 車員之陣 車員之陣其實好像是一個概念 當然啦 我們聽慣例如說上探險信 就是用的車員之陣 其實你換回今天的說法 就叫車零戰 是一個概念來的 就是說是用一些不同的部隊 不斷地衝擊對方的陣型 一個弱點的位置 衝散了的時候 就可以將他的陣型打破了 打破了之後 對方就潰不成軍了 那所以其實那個概念 是很簡單的 衝散對方陣型 你就會贏了 問題就是怎樣營造出來呢 那這個就是另一個戰術的問題 工兵怎樣去排列 去威嚇對方 騎兵怎樣運用機動性去包圍 去截斷對方的關係 那這些是另一種學問來的 那當然是很有興趣的 可以自己找一下一些書 上網看一下 那這些動畫其實都不要想這些東西 我只是說回他本身的能力 你哪個大兵勁一點 我都看不到 那所以就 我當然不會緊求太多 但是我覺得 你說作為一套 可能一套劇情講一個角色 以及港男主和女主角之間的一套動畫 是天下第一美少女 對啦 他副題應該都要突出一點點 那老實說 其實我覺得頭兩三下 其實做得不錯的 就是有些東西 之後就是立落 艾成那些我覺得不錯的 就是打擊士氣那些 那個概念是不錯的 但是之後那些就 沒有啦 就是全部都是很立的 不斷出來讀兩套 衝完之後 看單挑 看完單挑 看順下去就完了 還有個小倉圍的 那對 還有魔光珠給你看 我不要開心 不是 我說陰陽那個位置 我知道 我知道 那 不過都可以這麼說的 你可以都看一下 我覺得她那個 其實她那個劇情 就是說她那個 劇情的處理 就是因為劇情的處理 她把那個正史搬回來動畫 她那個內容的處理 是挺有趣的 就好像剛剛她說 這個事件和這個 淺陣場證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挺好笑的 挺有趣的 還有她有些東西 其實她的副筆 是挺漂亮的 問題只是說 她的表現上 至少動畫表現上 戰鬥方面 那個實感就真的不太大 我自己會覺得 這件事比較差一點 那好啦 這一套去到差不多了 那我們去下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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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套去到差不多了